虽然成功的把科学卫星送入了轨道 但是呢在降落浮动平台的时候 倾倒爆炸 回收火箭的测试再度失败 完成任务的猎鹰9号返回地面 准备降落在加州返登堡空军基地 一个浮动平台上 火箭垂直降落慢慢接近平台 但就在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 悲剧发生了 直见相当于22层楼高的火箭 开始向一边倾斜 后来整架火箭直挺挺地 摔向地面爆炸起火 虽然降落以失败收场 但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猎鹰9号 上周日仍然成功地 把一枚海洋观测卫星成功送入轨道 由于每次太空飞行成本很高 因此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一直希望能反复使用火箭零件 不过四度尝试都宣告失败 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网谈惊爆了打假球的疑云 根据了BBC的报道 网谈在这十年之内 有失败